本节目由 综身智能理电车 独家冠名播出 诗化中国 以诗化合璧的全新样态 通过多种艺术形式 融合先进技术手段 展现了中华文化 中华美学 中华精神跨越时空的魅力 近期我们将会选择 诗化中国栏目中的精彩节目 带大家再度感受 中国诗化艺术之美 诗词 音乐 戏剧 舞蹈 多种艺术形式跨界融合 结合现代化科技手段 创意性舞台表达 打造文艺精品 展现中华之美 用当代视角解读经典 书写新时代文化精神气象 中国文艺 诗画中国 诗是无形画 画是有形诗 明代球莹的寻扬琵琶图 生动诠释了这句话 这幅画的灵感 举自于诗人白居易的著名诗篇 《琵琶行》 画家把诗中所描述的画面 跃然于纸上 此次开卷人蒲存心 携琵琶演奏家吴玉霞 把画换画成诗与音乐 带观众重回寻扬江头 《琅琶行》 sog注alar 《琅琶行》 《琅琶allah》 忤闻水上琵琶声 《琅琶声》 遗传相继 妖相见 天酒回灯 重开宴 千呼万唤始出来 游抱琵琶 半遮面 转轴波弦 三两声 未成曲调先有情 闲闲演绎 声声似 似速平生 不得智 低眉信手续续谈 说尽心中 无限事 青楼 漫年 抹妇 初未泥场 后遛妖 大仙曹操如鸡鱼 小仙怯怯如思雨 曹操怯如思雨 曹操怯怯措杂谈 大猪小猪落玉盘 监管英语 花鼎花 悠夜全流 冰夏难 冰泉冷色 闲凝绝 冰雪 凝绝不痛 生暂些 别有忧愁暗恨生 此时无生 生有生 银瓶炸破 水浆泵 铁骑突出 刀枪鸣 铁骑突出 刀枪鸣 其中受不当心化 刺贤一生 如烈薄 东传西伐 巧无言 唯剑将心 秋无月 薄 中国有礼仪之大 故称夏 有福章之美 魏之华 开卷人慧英红带来的 南宋风俗画 杂具打花鼓厨叶 画作用流畅的线条 清丽的色彩 为后人保留了杂具 珍贵的形象资料 慧英红和主持人董毅 歌手刘洋洋一起 带来了一场古代服饰走秀 共同还原了画作中的 杂具艺人形象 带领观众感受了 华夏千年的福章礼仪之美 今日便带领诸位 一窥中华历代的 服章之美 礼仪之美 快看 那是一位战国时代的女子 她身着丝绵衣 以起为面 以眷为礼 领袖援皆为荆棘 周身续丝眠 这位西汉诗人 身着颈圆短衣 居角燕尾 垂枝两旁 另一位东汉男子 身着长衣 外加沙衣 隔带树衣 喉带戒责 在东汉 如群以取代袍服 成为女子们最为青睐的款式 当时的女子们 以高级为上 正如城中瑶中所在 城中好高级 四方高一尺 两汉时期欲熟人 男子推手 桌衣行礼 女子迎手 以肃为礼 南北朝时流行上衣下长式的群儒 上儒领口 开口较大 露出内层衣物 腰栏 依入群内 作为日常服饰的男士群儒 不少也采用上下同色的设计 此时在继承前朝礼仪的基础上 开始出现合掌行礼的方式 进入唐代 短衫长裙是唐代女子最为基本的服装款式 而男子则流行穿着圆领袍 服装的款式 色彩 文样 都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局面 其官服之华美 装饰之纷繁 令人目不暇接 大袖衫裙是宋代世俗妇女们最青睐的款式 上着大袖衫 下着长裙 搭横配 成为女子们出席正式场合的盛装 至宋代一边行礼一边扬声问好的 畅惹行礼方式开始流行 出居万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 也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它的内容丰富 反映了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因其年代久远 大部分内容在后人看来比较晦涩难懂 为了帮助人们理解诗经 南宋画家马和之 根据《诗经唐风》十二篇 绘出了《唐风图卷》 用图画的方式 还原每一首诗中描写的场景和事件 开卷人张卫健将此串联成了歌 至深画中与舞者配合起舞 一起用歌声和舞蹈 生动还原了这部《唐风图卷》 作曲《唐风图卷》 音乐队 橋下ki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牧送着人归独立夜随风飞年年 冰着碎碎 独自站在路边 等待谁的出现 照亮着夜空星星点点 我又知己同罪 哪怕千倍万倍 也不会觉得疲惫 风带走的落叶啊 你懂吗 蟋蟀在当 碎雨起暮 尽握不乐 日月起初 无意抬抗 只此几句 好乐无荒 两世曲曲 随一幕 人挥舞 成功从来 离不开付出 时间终将让我们学会 此刻最珍贵 心有光 烟有路 今生皆莫人流 能诗懂 无边光景 一路前行 无边光景 无边光景 一路前行 古琴之美 早在三国时期 就吸引了众多文人 姬康 纸笔 徽墨 做出上千字的琴妇 东晋画家顾凯之 更是敢于酌琴 以高谷游丝的现描手法 绘制出酌琴图卷 此次 开卷人 古琴表演艺术家王鹏 在诗画中国的舞台上 扶起古琴 与演员周帅的酌琴表演相配合 为观众呈现了一场 视觉与听觉的交融盛宴 华华卫雕琢 不早垂纹 错以西相即以翠绿 电视剧与演员周帅 词曲与演员周帅 出品与演员周帅 歌手 并以缘客之丝 归宇 军与演员周帅 沿路 这首歌的诗语 原有龙凤之相 古人之行 薄牙挥手 终其轻生 华容卓越 发彩扬名 何其立业 凌伦比率 田莲操张 竟与君子心声嘹亮 何其唯也 民族乐器阮弦也被称作阮 它的名字取自竹林七弦之一 西籍音乐家阮弦 这也是中华音乐史上唯一一种 以人名而命名的乐器 阮在唐宋时期极为盛行 也是文人默刻笔下的重要题材 此次中软演奏家冯满天 与演员吴京安共同作为开卷人 带来南宋画作《竹林波软图叶》 二人携手演员梁国栋 以戏剧表演的方式 还原画中的场景 仿佛进入了一场 穿越千百年的音乐对话 南宋画家创作的《竹林波软图叶》 描绘了古人波软饮酒奏乐的场景 画作中的人物神情生动丰富 修竹老梅 繁复茂密 这一作品不仅画面丰富传神 还呈现出颂画 对展现画中声音的追求 仿佛能让观者感受到 洋洋盈耳的琴声 这幅作品也深度体现了 中国文人精神上的美好与富足 改参了宋画面丰富传神 10年 一年 非琴 无事争 还弹乐扶曲 也占阮家民 古调和人诗 初文满座经 诺盘朱丽丽 姚佩玉成成 四圈碑中雾 如涵临夏晴 时宜音律改 启示西时生 庙 庙啊 先生 庙 多么神奇的音乐 只是不知千年之后 是否还有人能听得到 时光飞逝 万物变化 没有 这月 不许 不许 说得好 先生 童林姊妹 妙 有着几千年农耕历史的中国人 对土地怀有着炙热的情感 无数诗画佳作 也记录着中华儿女 对土地那深沉的热爱 清人画印针耕之图册 便描绘了古人辛勤耕作的场景 小小的四十六开画叶 浓缩了中华民族 远远流长的农耕文明 今天 开卷人凤凰传奇 就置身于金灿灿的稻田中 用歌声描绘出这幅 男耕女之的田园生活画卷 年轻人造成石 年轻人造成石 新人造成石 参与看 两千人造成石 他们的年轻人数 改变成石 年轻人的练习 划算完 明人造成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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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绘了古人在丛林演应的庭院内监察会友的闲事场景 这一次开卷人赵雅芝将入画林谢监察图卷 还原画中的明代泡茶法 另外还有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现场用茶摆系的方法在茶汤上作画 让我们感受茶文化的多元艺术表达 作作作作赢雅芝将入画东间无故里面之叙 作作探引岭水看监色色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叶 嫩芽 木诗客 艾生家 年雕白玉 罗织红沙 吊尖黄瑞色 婉转屈尘花 夜后腰培明月 晨前 命对朝霞 洗尽苦今仁不倦 将之最后洗看花 洗尽苦今仁不倦 洗尾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